早安 今天TVBS承煎快讯 要带您掌握国内外的重点消息 首先来看到近期美国总统大选 是外界关注的重点 而先任总统拜登在面临民主党立步 不断的要求他退选的压力之下 还是坚持不退选 而且誓言要击败川普 我们就来看到拜登是提到 他会在下周的时候重返竞选活动 而且会来抨击川普在共和党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黑暗演说 那么他也提到了两个人的竞争 还会继续来进行 而除了说提到美国总统大选之外 还来看到影响的是股市表现 在今天台美股市都是重感冒之外 周五美股倒穷指数再度的下跌 收盘是大跌了377点 台积电EDR早盘也下跌2.7% 那么另外网络安全公司Crossstrike 旗下的软体让全球IT都故障 股市也下跌了超过9% 我们就来看到投资人就提到了 会陆续的来撤出晶片股 以及大型的科技股之外 同时会评估全球大档机的后续影响 那么这样子就推升了 其他网络安全公司的股价了 另外看到标普500以及NAS达克的指数 本周表现都比较低迷 预估还可能创下四个月以来 最大的周线跌幅 还来看到刚刚是提到微软当机的状况了 那么来看到他就提到了 微软在昨天的时候当机 企业以及所有的全球政府机关 通通都陷入了混乱 原因就是因为资安公司 防毒软体更新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不过有网友他就分享了 有一些自救的方法 包括了将Windows 你可以引导成是安全的模式之外 也可以删除特定的文件之后 重新开机等等的方法 那么他也提到了这样的方法之后 现在资安公司执行长已经道歉 表示说系统已经来做修复了 还来看到国内的消息 是最近其实平电都是挺平传的状况 再来看到是在北市松山区巴德路 以及市民大道一带 两度的发生停电 就在昨天晚间10点13分的时候 以及是11点18分的时候 两度停电 而且第一次停电复电是在10点56分 那么台电是说明立刻的就来做修复 也派员赶到现场来做处理 不过停电确实已经是受到了影响了 详情要交给记者陈家统 戴着工地帽的台电抢修人员 蹲在地上打开人孔盖修复电缆 昨天晚间9点半台北松山区市民大道 和附近南路一带突然停电 让附近住户大热天没有冷气吹 赶紧通报台电人员前来抢修 热死了 刚开始一闪一闪 闪了两次还三次 第三次又断电了 电缆先烧起来 大约有50户停电 大部分的住户热到没办法睡觉 只好去住旅馆 有居民表示几乎每年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认为可能是附近商家多用电过量 造成电缆线故障 至于详细的原因台电人员还在查证中 这样消息也要来看到 夏天大家常常都会长时间的待在冷气房 不过要小心 因为这很可能会引发了头痛的冷气病状况 而且他就提到了中医师说 很可能可以透过喝姜茶或者是瓜沙 以及饮用葱白汤 还有按摩穴道来做舒缓 他就提到了很可能是因为 姜茶可以去除内寒的气 而且感冒的时候是不宜来做饮用的 那么瓜沙则是因为可以散热排毒 这些方法上班族们不妨都可以来试试看 有望是减少冷气病带来的不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沉浸快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